剛剛第一個,我們已經透過程式的方式得到年 所以你可以把它Run一下 年的話,一般我習慣是從V GeoBasic裡面 游標放在這個SARP跟EndSARP中間 按個上面一個執行 這邊就有個年 那你說,如果年有了之後 那區是不是也差不多 因為區,之前我們好像怎麼說 一,游標放在G1 然後上面輸入一個區 OK,所以輸入一個區 2的話,在這個地方打公式 那公式的話是用MID MID什麼呢?還記得吧 一個,這個儲存格 就地詞裡面取那個第四個字開始 取三個字,所以輸入4 輸入3,得到一個公式 然後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的話,就是快點兩下 OK,那最後還有一個 其實我是有把它攔寬拉窄一點點 那拉的寬度大概多少呢? 差不多就是寬度這邊 後面有一個單位 寬度大概就10左右吧 OK,類似像這麼寬 OK,那如果說 假如我要產生這一段程式碼的話 那當然你說,老師好像也跟前面蠻像的 只差了第一個動作沒有那個插入 有沒有 因為我直接打了 直接找 因為G1本來就空的嘛 還有差第二個部分就是 藍寬我希望把它拉窄一點的話 所以等於是說 第一行不要 最後加一個 藍寬的設定 有沒有 那可能藍寬設定 你如果不會啦,錄了也可以啦 那 假如說我不想錄 自己寫有沒有辦法 所以喔,接下來的話 我們這個地方是第一個 黏的部分 所以 第二個的話呢是區 所以我在底下應該自己來寫 那區的話呢 其實跟剛剛蠻像的地方 就是 234這個是重複的 所以我把234 選起來 貼到它的底下 然後改一下 其實這個蠻快的 因為像這個 這個區的部分 我先把區裡面知道先清空好了 等一下我來練習 好,第一個 不不不 更正一下 先Ctrl 因為我需要 等一下這個公式 所以我先不要刪 我等一下再刪 然後 第一個的話是在這邊 改成什麼?改成G1 然後等於 等於區嘛 OK,所以把它改一下改成區 那第二個的話 Formina 這個Formina 剛剛有沒有 直接拿這邊複製一下 那複製完 我建議直接取消一下 因為你沒取消 你要切 切不過來 有沒有像 查英哥的同學 游標放這邊 你要點 奇怪 又不是怎麼沒辦法點 因為 這個地方 沒辦法 它游標已經被放在這裡 所以你按取消 然後把它貼到 這個公式裡面來 OK,貼在這裡 然後 把D2改成G2 OK,然後底下都一樣 G2 點AutoFill 那範圍的話就是G2到G的 3569 OK,好 那理論上應該就OK了 但是最後 我的欄框可能把它拉回去好了 我等一下想要把它設定成 我想要的欄框 大概是10 那我把資料先刪掉 我們來run run看好了 那接下來的話 資料刪掉之後 能不能得到我要的結果 那 執行一下 OK 然後 這邊是一個中斷點 跑到這邊先停一下 OK 好,停在這裡 那我們來看一下 再來看一下G G的 這個Ng的 等一下停掉一下 所以剛剛忘了把那個年給刪掉 等於多一欄 再把它刪掉 重來好了 OK 先刪掉 剛剛忘了刪那個 好,再把它跑一次 先插入年 所以剛剛 奇怪,怎麼G那個欄 多一欄 OK 然後再來的話停在這裡 好,來看一下 所以我建議 如果你假設前面OK了 沒問題 但是下面還有問題 我建議在 它的程式 最左邊這邊 可以點一下有沒有 這個紅點就是停下來的地方 然後你再配合F8 F8跑一下 有沒有,區熱過來了 這邊有個區 然後把公式放在區二 有了 最後向下填滿 也有了 可是最後那個藍寬 那你不會寫 其實用錄的也可以 但如果你不想要錄製的話 還有一個方式 自己寫 藍寬怎麼設定 其實程式不難寫也不難理解 因為藍 我剛講過就是colons物件 所以你只要打一個colons 電 這邊點一下 那你會發現 所有有關這個 藍相關物件的所有的方法 跟它的屬性都會出現 那接下來大家想想說 那應該用哪一個呢 其實跟各位講的一定是屬性 屬性的話就是手拿著一個資料 有沒有 就是設定什麼 設定藍寬 那藍寬的英文 其實藍就是colon 所以你打 應該有個叫colon width 看有沒有 寬就是width 所以你找一下 C-O 有沒有colon width 有嗎對不對 意思說colon width 就是藍寬的意思 然後我設定為10 所以等於10就可以了 那最後可能要記得 你要設定的colon是哪一藍 因為如果你假設是colon 指的是全部藍 從第一藍到最後 所以記得在瓜虎裡面 你跟他講一下 我要只針對那個g藍 那g藍的話 直接在這邊打個g 但是記得g是一個文字 所以前後一定要雙一號 ok這個g藍的藍寬 幫我設定為10 ok看一下 目前應該不是10 這應該大於10 可能是超過 多少我看一下 應該47嘛 所以如果要改成10的話 那我直接把這個程式拉上去 讓他倒車一下 幫我執行這一行看看 有沒有 剛剛不是跑到這裡來對不對 你可以讓他倒車一下 幫我執行看看 我這個程式對還是不對 再按F8 有沒有發現 看得出變化嗎 這條線有沒有 本來從這邊 就被移動到這邊了 藍寬就自動設定為10 所以以後呢 假如你要設定藍寬很簡單 就是在這邊怎麼樣 加一個叫column 10 哪一藍 點column 10 等於10 那當然你說老師他很多要背 其實我跟各位講很多東西也不用背 為什麼 我剛剛其實是用點的嘛 點 這邊就有了 然後你大概只要記得什麼 可是這個就英文嘛 你就基本的英文 藍寬 藍的話就column 寬就with 那不就column with 所以有的時候 像有些屬性 我沒用過沒關係 我用推的 因為他其實那個英文 都是蠻基本的英文 你只要找到對應關係 基本上都可以知道哪個屬性 反正這個屬性 基本上就是兩個用 一個是放資料的地方 那一個呢 就是設定資料的地方 所以只要 像我們這邊是重新給他資料 就重新設定 另外的話我也可以知道 取出來的話 我也可以知道他目前藍寬多少 也可以把它從裡面取出 到底藍寬 值回多少 所以基本上這個屬性 慢慢習慣一下 然後 選錯了 應該是點column with 打一個co 有沒有 然後就可以找到接近的 所以呢 一般我的習慣 我都會記那個開頭就好了 所以你打的時候打開頭 然後點兩下 那我是建議 你這個屬性不用背 因為 如果你背 反而有的時候會打錯 那你用選的絕對不會錯 所以我習慣要選的 OK 然後等於10 然後這邊記得最後再加上哪一籃 刮鬍 然後驅籃就OK了 好 那這樣子就完成 那剩下來的還有什麼 路階道 所以路階道 應該蠻簡單的 路階道好像藍寬已經 因為剛剛已經調過了 所以它已經調 所以應該藍寬不用了 所以路階道應該蠻簡單的 直接拿什麼 這三個 一樣再把它複製 然後再貼到底下來 有沒有貼到這個底下 路階道 所以也許你們就是 再把那個路階道試試看 那這個改H 所以H1 然後H2 公式 不過那個公式超長的 所以記得那個公式 可以你先打一下 然後再把它複製過來 然後這邊通通把它改在H 然後H2 H2 OK 然後這邊也是H2 向下填滿 寬度 看狀況 如果這個寬度 它已經調OK了 那你就不用調了 好 那我們來 這個公式還是給它一下 路階道 我看一下這個 之前做過 路階道 OK 然後公式 如果沒存到檔 因為剛剛你把它刪掉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從 我好像之前雲端上 其實也有放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哪裡呢 好像在上面這邊有公式 直接拿來用 在 在 在上面 在這裡 第十頁的地方 這邊就有公式了 我看一下這個公式是不是 Ctrl C 然後直接怎麼 Ctrl V到這裡 這公式很麻煩 直接貼到上面 知道編輯列好了 貼上 然後按打勾看到OK 欸不對 然後這公式是不是 我看一下哪邊有錯 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 應該是 F 可是這邊是 是 變成 H 所以 這個 看再怎麼改好了 是用取代還是怎麼樣 我看一下 其實它好像這個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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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代成F2 應該就可以了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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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